我要怎麼用光公賺到錢 共貪不是啦 就是有點可惜啦 漂亮的地方然後 你像那個泰魯可能每天在石頭都在砸到 那你為什麼不去規範一個地方或整張去 去讓人家去玩 不是每天就搞到那些新聞上 又一個路坑被砸傷了 然後那猴子又跑去抓來 你這樣不是就是把你們搞 這是在資本這邊 然後這就是跟那個 就想說我去中國 然後 我不知道怎麼講 中國其實它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其實早期它是一直在 工業發展 然後這是在那個黃河的那個大壩 就是整個就是 共產生很小 就是那個可以利用的信用去利用 然後往工業化走 然後這是到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那個 那個基督那些斷餐 那個小物餅 好 然後做那個什麼那個 小說裡面要斷餐 你去基督那些什麼 小物餅 是誰跳下去那個 誰在想要 然後是 然後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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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他們去看的時候 就看那些 就他很多地方就是說 他開關就是說 找其位工業 然後後面會 為了 除了光光 然後做了錢 然後 然後是在中國其實他們 之前他們有證實 他們現在開始有所謂的環保的意思 開始會去對於一些所謂的抗爭出來 可是找其他母親 找其他母親 找其他母親 你不能有這種 組織或抗爭的行為 然後他們比較落在是所謂的鄉土 他們就常發起這種 這大概在20年前 所以他們常會去找一個水的源頭 你知道嗎 這就變什麼 長江源頭 什麼山江源 什麼一些 那些 他們去通過找這個水的源頭 然後去對於一個 一個河流的乾淨 一個河流的美麗的那個 那個 那個懷念 然後 這是我們去那邊 那時候去 就跟隊長老師去 去黃河的時候 就立了一個背 這黃河三十四 然後 我們主要是用講的 他就是一定要立一個背 然後寫一個母親 沒有就是 我不再笑他們 就是說 有時候他們所呈現的東西 就是非常去向 然後非常教堂式的東西 然後下面一邊 給他尷尬 所以那一點 去年節點 這是他們的萬包主持 然後 因為我們在台灣 就是台灣也是一個 寶寶的命局 然後是在前堂將 前堂將辦 然後 他們就想說明天會 會有一個行動 然後說大家 就在前堂將 有很多環保團 都會當場 然後他們的那個 書記啊什麼 有一些比較高的官員 會來要接杯 然後我們就說 哇接杯 不知道誰接什麼杯 然後 那時候我們跟隊長 跟他們一起去 那時候 必如帶回去 然後我們就在看 就在看說 接什麼 那就是 在前堂將 後面這就是前堂將 然後 然後 就要接杯一次啊 就一接杯的時候 我看到上面的時候 突然覺得很小 都看得懂 請不要像前堂將扔垃圾 那是沒有的 沒有 但是我看到我第一個笑說 如果這個我們做一個告示 就好 請不丟垃圾 然後 然後 他要建立 丟垃圾 在那邊 要用杯子的方式來洗 我先講就是說 先不要吵嚇他們 因為 他們的國家必定是從封閉 開始慢慢往前走 其實我必須要講解說 在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在我們台灣的等級來看 因為就是一個笑話 這種東西做一個鐵牌 請霧丟垃圾 請霧丟垃圾 請霧丟垃圾就好 可是在他們那邊 他要你給杯子 而且你看到沒有 還要這麼多人來這邊拍手 然後 真的有紅布啊 把他們都給拉掉 然後突然給他上面這些字 可是 我們這邊看會覺得好笑 可是我必須要講的事情 這就是一個背景的問題 當你看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不是看 就像我們在看日本 因為我們是蠻好 他會覺得很感動 那我們看中國 你會覺得很膽膽 他會覺得比較落後 可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 就是說 當你去看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要回到他自己 本身的背景上去看 其實照我們這看 我們去看覺得好笑 可是你去想他們的經歷的時候 只要走到這間證明 其實你要不要感動 我必須想講 他可能 可能 他要立這塊背 可能上面就要扔考慮很久 你這塊背會不會造成什麼 影響 影響民眾的意識啊 或者影響什麼什麼什麼 愛國的那種 在他們那個社會裡面 或在他們以前的那個社會裡面 他要走到今天這一步 就像日本 我們去看 他能走 其實日本在早期 我們去看他很多社區 他跟我們在那裡是一樣 只是說沒有 沒有效果就已經 我常常笑說 日本是快要到谷底的時候 突然 驚醒然後 拉起來 然後把一些電話放進去 我們台灣是快要到谷底的時候 把他給我拿 現在正在那線上面 所以我也是說 我會喜歡跟大家講就是說 看你會覺得會好 會覺得有點好想 可是我必須要跟你說 其實當你回去看很多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去把那些環境的 就是那個東西 要不是很費緊 放進去 像我舉個例子 其實大家有時候不太理解的時候 像 像比如說 老騎老人家 要不要說被神壞神 其實你回去那些 去做一些 一些採訪的 他們常常在說 我 老一輩的 講話就是一定要加一個語註詞 當然是叫你寫出來 可是 你要基本上要來解說 那個就是他們的一種 文化的背景 你講話就是這樣 當然你 在以我們的教育來聽得到 你幹嘛講話都已經非得到加一個字 要三個字再寫 可是我必須 我必須說 你有時候你去 去體會他 或去講他 去寫他的東西 你必須要了解他的背景是在哪裡 然後那些東西 不一定是他在罵死的 就是他原來的主持 當你去看很多東西的時候 包括 像有人在看什麼原住民 那種既定會殺主 我會覺得很殘忍 可是我真的要 我真的要不要這樣 就是說 好像那種 你見血就很乾淨 我們吃牛排那種 你處理得好好的就好乾淨 然後他殺個豬就變得很殘 我一直說有時候 有些東西你去看的時候 有時候你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些 框架先丟 先割一套 然後去看 他們為什麼這樣的一個東西 會發展出這樣的思維 你才可以先處比較正確 或者符合他們自己的那種 真正的相關的東西 然後在台灣 笑別人笑我們還是笑自己 我是台灣的河流 我就是在那高雄 然後他們在烏采 所有烏采的說 你看我的顏色 就會知道是什麼東西 最近那個 艾痕不是紅色嗎 紅色就是那個 燃枕啊 或者是什麼其他燃枕的那個 就在那個 暗邊桿 整個雲也是 那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 水沾沾 一死就是一堆雲 那個 整個樂趣 就是說有些東西 你慢慢去看 其實它有怕不同的東西 所謂不同的就是說 一個河流 以河流而講 它不是基本面貌 每天你在看人物 船在航行行 然後沿災安散 先丁往不同的地方走 有沒有看到不同的東西 這個就是必須 如果說你是要 對這個是有興趣的話 所以有興趣就是說 你不是說我們剛才講說 你在心裡做不到的東西 而是你想要去 特別去寫一個 你關心的議題 你可能關心水的資源 你可能關心污染的問題 那這個東西 你就可能就必須要起身 然後去找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到一些特定的地方去看 不要看污染 你可能真的要去考慮 或者到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苦工業區裡面都可以到達 一切是在台灣的地方 甚至於災難 只有不懂的地方 甚至於柳空軍 從台北醉 醉不老的一條水軍 他現在整個 埋在新生的陸下 那個陸下的陸下 其實你找程式裡面很多東西 這是柳空軍支線的一個源頭 在那個 地坦的後面那個地方 其實很多東西都在這裡面 然後這是那個在台南 那時候我還不早去逛 燒那個燒那個燒那個灰藥 就是把貝殼那些燒給食溫藥 以前在做那種 鑽在一年鑽在用的東西 然後再繞 這都要上百年 以前那個鑽中間沒有水 他要用那種貝殼的灰 加糯米 把那個藥藥的糯米 加貝殼灰這樣 然後變成那個 我們現在的水軍不要抓 然後那塊場下還在 安平古堡的一個牆 如果你有注意 有時候你去逛 你就覺得就是一面牆 你出去看 他中間就是用那個 這種所謂的貝殼灰 貝殼灰加糯米 三百多年來 然後裡面倒 而且那牆好高喔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在裡面的 然後到後面 這是我 就當那個 你先去給你 你先去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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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講快一點 反正我想說 就前面那些說 你當你去找一些主題的時候 你開始要去 不管說規劃或者去分類 然後去找你自己要的一些 他就不是我們前面是講說 我去找一個小空間 然後我自己的小地方去 去跑去住 而是你這個是有計畫的一個 一個寫作 或者一個有計畫的一個想法 你就必須要開始去找 然後幾個東西 就回到最原始 好 這個問題 生態 就是說你去周邊你去找 他一定有這些 或者是這邊的鳥類啊 甚至於 在台南 我覺得很有機會 就是那個台南那邊 有一個中心 他一直有 他一直有在救那個 施藏那邊 在救基督 他有很多志工 然後很早的時候 有一位志工 救到已經出了一本書 對啊 大家會覺得好笑 真的好笑 他就是每天去救 然後從開始沒有感覺 然後我只是在幫忙救 救到外面看那些基督 一直一直進來 不管是救出去或死掉 他開始有感覺 他開始是基督 然後到後面開始寫 整個那個志工 他出了一本書 出了一本書 所以不是說那個東西 我不會講講 沒有那個專業門檻 就是我不懂 或者我沒辦法做什麼 沒有 經累積久 你會發現其實你就是專家 然後 然後那是本 那我講說 先切一個東西進去 它不是只有美食 只要好幾個 食物是一個 怎麼去寫個美食 不是在寫個美食介紹 我知道 一個食物後面 它有它背後的東西 的故事在 其實我一直 我一直想要去寫這塊東西 不容易 就是說 這是一個蛙櫃 那個蛙櫃的理是怎麼 那個食物不是只有那個蛙櫃 而是你要構成那個食物 它後面有一連串的東西 包括現在追到後面什麼 什麼乳化劑啦 什麼東西 那些忽然東西都出來了 對啊 魚羹 就是做魚的魚跟絲目 女士的身材在哪裡 什麼樣的環境 有其理解 你知道嗎 就那個食物不是說 自在形容說哪邊在賣 然後什麼口味什麼 那個是 我還是講 那就是一個層次而已 往我裡面下去是什麼東西 這是那個 我那個什麼 我那個什麼 往大肚子 重點是什麼 阿姨應該開始吧 重點是什麼 這一塊 這一塊往下 因為現在已經都是 哦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真的從那個 諸度的那個 是住在那邊往 本來不知道啊 然後 那個老闆 跟我講半過台的時候 我原來一種次都是 剛剛講 就是 然後人家是做這個 阿這個是什麼 這是 我常常的意思 因為這個 這個第一個不好看 第二個不好看 所以你才知道說 這東西珍貴在哪裡 那 你要取到這樣 油花的注意 怎麼樣 所以我意思是說 很多東西 很多腳不切進去的時候 他不是只在那上面 那邊講說 美食就介紹美食 不是 他後面是什麼 那一整個後面是什麼 你才會寫出 或者才會講出 跟別人一樣東西 否則你在寫美食 每天都會寫 網路上 你偷哪一家店 你偷哪一家店 哪一家店 一百多個都來偷 那你這一百多個裡面 你有哪一個人 可以往裡面 往裡面走 往裡面深入去 去寫 那基本上 這也有問題 就是我們來講 你去一次 不一定 老闆不一定跟你講 你就是去兩次三次 老闆來店 老顧客了 我開始跟你聊 為什麼東西 從哪邊 從哪邊買 或者裡面有什麼 什麼樣的 一些不要說訣竅 就是 你可以發現出 這個美食的背後 的第一點是什麼 好